民主基督黨為了要阻礙 國發基金調查委員會的成立 甚至剛剛已經有委員大方的承認 發言就是在拖延時間 請問是誰枉顧學生的權益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坐在那邊眼鏡網上看的黃國昌 幾個大字看不懂嗎 如果不是你們變個議程 我們需要在這邊發言拖延時間嗎 那也有委員在上面 不惜用人聲攻擊 說我們是不是要把手伸到國發基金裡面去 我要告訴黃國昌委員 你要召開的是修法的公聽會 而不是調查委員會 用這種明目 把手伸到國發基金的投資裡面 甚至有委員在上面 進行個人的侮辱跟攻擊 再說一次都是我們的心頭肉 不應該變成大家為了政治利益操作的人血蠻頭 真的只有說不要臉 不要臉 不要臉 黃國昌還在笑 不要臉 我只是面露微笑 穿穿我的頭 這樣都可以被針對 小編你不會覺得這管太多了嗎 黃國昌說他因為要修正產創條例 三十條 大家去看看產創條例三十條民眾黨的提案 他只是要增加條文的最後一項 要增加條文的最後一項 就要大動作的成立一個 立法院的調查委員會 包山包海調查的主題不明確 就為了單一條文的單一項次 我要告訴黃國昌委員 你要召開的是修法的公廳會 而不是調查委員會 用這種明目來 私設刑堂巧例明目 把手伸到國發基金的投資裡面 現在立法院擴權要擴權到這種地步嗎 現在要針對所有的首長 所有的公職人員的財產 甚至國發基金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你們是想要取代監察院 想要取代檢調 還是想要取代誰 好啊 如果你們真的要來調查 所有部會首長的財產 請問站在我身後這位 應該算是史上最不中立的 立法院的院長 他的財產要不要先調查 你們所有大部分的職政 地方職政的首長的財產 要不要調查啊 十秒之前才給我們的修正動議 就馬上要十秒之後 進入整個個案的大體討論 這真的叫做可惡啊 可惡到有幾點啊 我真的在這裡嚴正的抗議 學服法 我所有的準備要發言的資料在這個地方 從早上到現在 一點多了 大家都還沒有吃飯 現在我們現在還好意思 站在這個地方說 我們民進黨在拖延學服法 請問有眼睛的所有的台灣民眾 都看得出來 是誰 還好意思 剛剛在後面在跟我們爭吵 說我們在拖延 請問是誰枉顧學生的權益 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 坐在那邊眼睛網上看的黃國昌 幾個大字看不懂嗎 教育優先 先審學服法 有這麼難嗎 如果不是你們佩根議程 我們需要在這邊發言 拖延時間嗎 好 謝謝郭育群委員的發言 跟院會報告 我們已經為委員訂購了便當 1點40分 會送達到各位委員手中 今天早上 我們原本要審的法案 民進黨一大早就來遞案 第一案就是要來審學生輔導法 但是我覺得 國民黨的關心是假的 因為如果你們真的關心的話 今天就應該要來支持 來審我們的學生輔導法 你們就會清楚的知道 學生的生命 我們是在跟時間賽跑 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應該浪費在這個 所謂的政治鬥爭之上 我希望所有看直播的觀眾 都要知道 所有看直播的家長們 也都要知道 今天誰不顧我們的學生 誰不顧我們的孩子 孩子再說一次 都是我們的心頭肉 不應該變成大家為了政治利益操作 的人血饅頭 真的只有夠不要臉 不要臉 不要臉 黃國昌還在笑 不要臉 國民黨如果真的在乎 他今天如果你真的在乎 學生輔導法 現在去叫你們的小弟 民眾黨 策案 讓我們現在就來審 學生輔導法 可以嗎 就叫你們的小弟啊 民眾黨策案啊 我們就可以趕快來審 我們的學生輔導法 讓我們的孩子 真的可以被接住 真正照顧到我們每一個孩子 好 請尊重委員發言的權益 拜託各位謝謝 院長 本院委員 國發基金調查委員會 事實上 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處理了 因為海院長 調和鼎難 希望再有一次溝通的機會 我們也都善意的接受了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到了今天 我們真的有機會處理 國發基金調查委員會 剛剛非常多執政黨的委員 針對國發基金調查委員會 有很多指教 有很多批評 我相信 在裡面論述的內容 可以清楚的 讓所有的國人看到 他們 是多麼擔心 多麼害怕 這樣一個調查委員會 會成立 民主基金黨 為了要阻礙 國發基金調查委員會的成立 甚至 剛剛已經有委員 在這邊發言的時候 大方的承認 我們 發言就是 在拖延時間 那也有委員在上面 不惜用人聲攻擊 說我們是不是要把手 伸到國發基金裡面去 甚至有委員在上面 進行個人的侮辱跟攻擊 說我們是不是要炒股 我坐在下面聽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可笑 但也非常的難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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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